大家好,欢迎收看扁斗看电影 继续解说奈飞出品的科幻动画神剧《爱死亡机器人》 这一期节目我们一口气讲两个爱死鸡的故事 故事一,狼人战士 德克和弗莱两个好兄弟总是没事瞎扯淡 巡逻的时候也是这样 直到德克在空气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才停止了那些昏段子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大腿 德克需要找到射手位置 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手臂 换做平常人早就找了个地方躲起来了 不过德克不一样 他开启了特殊的搜索能力 又一颗子弹朝着德克袭来 德克闪身躲过了这致命遗迹 他找到了恐怖分子的射击点 他把坐标抱给了身后的装甲车 装甲车上的机关炮可不是好惹的 那玩意儿瞬间就把恐怖分子的老窝 移为了平地 德克和弗莱又紧回了一条命 其实德克和弗莱是狼人战士 他们在部队里很不受待见 就连吃个饭都要被其他人类大兵排挤 不过兄弟俩并不在乎 一天弗莱得到新的任务指派 他将被派往前线的作战基地 德克把弗莱送出了营地 兄弟俩在分离时并没有表现出不舍 弗莱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告别方式 不过在离开的时候 弗莱还是大声地叫出了那句口号 鲜血与力壮 那是他们狼人的战斗口号 半夜的时候 德克特殊的感官能力被激活了 他看到前线炮火连天 长官告诉德克 有恐怖分子偷袭了弗莱所在的营地 人类的支援速度太慢 德克没有多余的时间等待 他决定自己前往基地救援 当他撞开基地大门的时候 营地里早已一片狼藉 死者看起来是被某种大型野兽杀死的 不会错 对方也是狼人战士 德克在通道的尽头处找到了弗莱 弗莱早已死去多事 他是被狼人杀死的 来自塔利班的狼人战士 德克伤心欲绝 他向长官承诺 无论如何都会找到那个狼人 他在街上嗅到了狼人的气息 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老者 同行的长官察觉到了德克的异样 不过德克并不打算告诉长官 因为狼人的战争不是人类可以插手的 德克打算自己做个了断 夜里 德克跳出了营地 他跟踪着继尾来到了石头山 老人把扶来的兵牌丢在了德克面前 一场狼人之间的决斗不可避免 那批老狼在德克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只是德克万万没有想到 老狼为了德克设下了圈套 德克甚至来不及变身 另外一匹年轻的黑狼冲了出来 他把德克扑倒在地 虽然黑狼施展奇袭 但却因为临战经验不足 轻松被德克打翻在地 德克成绩完成了变身 这一次老狼与黑狼施展联合攻击 德克被咬断了手臂 黑狼以为德克身受重伤 想乘慎追击 老狼看出了德克的计谋 果然德克只是假装受伤 跳跃攻击的黑狼暴露了所有的防御空隙 黑狼被德克咬断了脖子 看到同伴死去的老狼陷入了暴怒状态 这让他失去了冷静分析战局的能力 德克轻而易举地咬碎了老狼的上褥 天亮的时候 营地为死去的战士降了半期 德克拖着残缺的身躯回到了营地 他向最后看一眼扶来的尸体 可是那该死的长官还不停地吐槽德克 骂他是没有团队纪律的狗 可是他不明白德克是为了保护大家 人类在狼人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 德克受够了这场美国人发起的愚蠢战争 他摘掉自己的兵牌 抱起弗莱的尸体离开了营地 没有人来阻止他 就算是从前瞧不起他的队友 也愿意为他开启大门 因为大家都崇敬为兄弟复仇的战士 德克把弗莱葬在了石头山的最高处 挂在石头上的兵牌 诉说着一对兄弟的情谊 鲜血与力转 来自兄弟的承诺 这便是第一个故事 短小惊悍 鱼味悠长 不过也别着急细皮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发生在天空的故事 远在地球之外的圣戈号 正在进行维修作业 亚是一名了不起的宇航员 他尤其善于修理机器 他最擅长的一招就是拍一下 出了故障的系统 拍一下就好 不能完全开启的门 拍一下就开了 这一次他将修理卫星LV426 这是一场挺耗时的维修工作 不过亚总能准时完成任务 但是这一次出了意外 太空漂浮的垃圾半截螺丝钉 击中了亚历克斯的供养系统 这是一次致命的撞击 亚失去了平衡 氧气只能再维持14分钟 而救援队还需要50分钟才能赶到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 亚打算放弃了 因为除了等待救援 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回到空间站 他任由自己在宇宙中漂浮 当氧气只够维持两分钟的时候 亚突然回光返照 有了主意 他拆掉了自己的臂套 让手臂暴露在极低的温度下 当他背对着卫星的时候 他用力制出了臂套 动量守恒原理把亚弹回了卫星的方向 可是他没能抓住卫星 他与卫星擦肩而过了 不过亚还有一次机会 极低的温度已经冻结了亚历克的手臂 他已经渐渐感觉不到手臂的存在 亚打算断臂求生 只是这里既没有斧头又没锯子 该怎么办呢 该死的 亚打算徒手断臂 他把手臂搭在膝盖上 用力往后撇 冻结的手臂轻而易举的就被撇断了 亚痛苦的意识到 那只是骨头断了 皮还连在一起 没办法 亚只好右手拧左手 就像拧毛巾那样 问题是 亚发现这招不好使 还是得撇 这一次 亚一鼓作气 扯下了整条手臂 断骨裂肉的瞬间 痛得亚只是叫唤 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 他咬紧牙关 化疼痛为力量 用力制出了断臂 圣哥号近在眼前 但是他的角度似乎不太好 他太朝下了 天哪 亚又要错过圣哥号了 如果他再次错过 他可就玩完了 镜头切换 亚已经坐在了驾驶舱里 他正和地面通讯人员砍大山 他做到了 他抓住了圣哥号 一条断臂 换回了一条命 机智勇敢 对自己够狠的决策 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恭喜你 又跟着贬斗刷了两极艾斯基 无论是对付恐怖组织的狼人战士 还是太空中断臂求生的宇航员 他们都面临着事关生死的困境 他们都不能全身而退 但都是为了爱和死亡抗争 为了活下去而顽强战斗 他们身上闪现的是同样的人性光辉 这也就是爱死鸡系列的迷人之处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更多爱死鸡的故事 我们日后接着讲 订阅贬斗微信公众号 BTCMURI 跟贬斗一起追 这里有高分恐怖美剧鬼入侵 日剧三年A班 古装丧失韩剧 李诗朝鲜的全集解说 扫一扫 关个处 有惊喜不迷路 咱们下期见 拜拜